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汽车的变形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91集的节目 现在的时间是8月27号的晚上11点半左右 很快这个周末假期又要结束了 那么随便一起聊一下 我发现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丝丝的凉意 虽然我是在台湾的南部 但是我确实的感觉到有一种秋天的氛围已经慢慢的接近了 这也代表着说这个年度又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 那今年的话我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说 年底的时候再慢慢跟大家聊 今天的话就说说这款Nova Prime星皇 这名字非常的霸气 Nova是这个超新星的意思 然后这款玩具呢是先前银河科博文的 应该说几乎几乎就是改了一点点的一个头雕之类的 那当然有一些结构是有做一些修改的 Anyway 这款玩具呢本身最大的优势 你们一定意想不到 它的优势竟然是便宜 不可思议 对这款玩具呢以现在的官方的定价 L级的玩具呢 我定价是1400多块钱台币而已 非常的便宜 出乎意料之外的低 完全没有办法去想象 那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 就不知道啊 反正它是一个有特殊运输箱 然后价格又意外 嗯 让人家觉得满意的玩具 所以我对它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就先对比一下 它跟银河科博文的一个改变的地方 首先啊 先讲一下车顶的部分 因为它整个是白色的 这个上面有一块白色灰色的部件 感觉有点小小突兀了 它主要的改模的话呢 是在翅膀的部分 原本银河OP的这个造型 跟这一款的造型 相比较起来 绝对是银河科博文的造型比较好看 你看它确实是一个 做成卡车侧面的形象 而这一款 如果说你经常玩变硬金刚玩具的话呢 这个星皇的这个部分 你一看就知道 哎呀这个是翻过来 这我侧边的偷工减料吧 对吧 就没有什么有规 没有什么这个细节啊什么 就是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翻过来的底面 两侧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这款玩具呢 在外形上 在卡车形态上 我个人觉得 完全不能跟银河OP呢 去做对应的 再来涂装的部分 银河OP的话呢 它的这个后面的巨炮 是有银漆的涂装的 而我们的NOVA PRIME 则是一个塑胶的原色 就一个单纯的配色来说 整个都是白色呢 也比较欠缺立体感 你看像这个地方都有一些分色 当然这个 它是毕竟它有 必须要兼顾到它的 角色的设定了 这个我们也就不 不是批评说它的一个 配色就是单调 而是它有它的考量 那它的一个白呢 也并非是全部同样的一个白色 这一代的白就感觉稍微有点黄 而这个就是比较一个纯白 那这种白日后会不会变色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轮胎 很多啊 基本上的变形到位的话呢 是可以全部 推得动的 而同样的一个状况 就后面围巴这里 这个人物的脚转的部分 它是一个内巴的一个形象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了 然后这个模具的话呢 还有一个很接近 但其实我觉得改的也不少吧 应该说是这一款 Wolf Cybertruck的Leader Class Ultramagus 那这个白就真的是 已经有一点点黄化了 然后它的背后 这个拖的这个货柜吧 或者是说这个连接车的部分 则是做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修改 已经完全是几乎是不太一样 然后那上方这里 整个包覆的是更加的好看 那这两个的家伙的话呢 这几乎在变形上面的话 可以说是99%都是一样的 那你喜欢哪一个模具呢 这全看你个人了 这两款基本上玩起来 我觉得差不了多少 真的差不了多少 而这两款的话呢 则是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车头的变形是一样之外 整个后半部的玩法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环节吧 首先的话呢 车子的话 本体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 在这个地方 把它给松开 这个扣得很紧啊 这个 我的 整个连腿都给掰开了 这个地方居然能够扣得这么紧 这个有点小意外 这个细形扣也外面太强壮了 另外一侧也有一个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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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壮的吗 好 OK 然后呢 中间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组合的 它去咬住前方这里 好 总而言之的话呢 我们把它给拔开 这个 机器人的部分啊 腿先打开 因为它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凸扣进侧边这里 我是建议先把腿给打开 然后呢 这一次的NovaFly 我觉得吧 它的宽部关节可以说是加紧的非常的多 听这个齿轮的声音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们这个车头的部分呢 把这个头部这里 给掰开来 掰开之后 把这个头给翻出来 然后呢 扣回去 它原来的位置扣回去 然后呢 手臂的话呢 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凸啊 卡进那个小凹槽 稍微抬一下 扣到前方来 拳头给转正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抬出来 扣上到这里 拳头的话呢 再给它转正 头部的话呢 转到正面啊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它这个身体 前后做一个回旋 回旋的时候呢 到这个的时候呢 先把这块部件整个推上来 再把这个部分给往后面推 扣上去啊 那么呢 这个部分啊 说明书也好 这个 我们要说合汇的话呢 它是一个 这样子 它的合汇这个部分啊 它是 机器大合体跟单体 它都是这个 那我觉得吧 这个单纯看个人的偏好吧 我是觉得好像是 在单体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配色 就是上下会一致 好 那么呢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机器人车头 单独存在的一个形态 其实这个形态是蛮费的 为什么说我说它蛮费的 因为 因为我们应该不太会有人喜欢 用这个形态来做一个保存 要么就大合体 要么就是大型的武装卡车 拿它的武器的话 我们就把它扣上去啊 让它成为一个双枪的一个状态 那玩具本身它的支持力度真的是很好 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大大的赞许一下的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 同胞兄弟 银河 柯伯纹 好 武器的话呢 颜色稍稍有点不一样 那么其他的部分差不多 看上去 嗯 肚子的腹肌有一些小小的修改 车头的话 这个地方造型有一些不太一样 那以这个质感来说还是 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倾向的这一款银河柯伯 各位看到它那个胸口是有透明不见的 这个比起只有涂装的这个新黄的话呢 真的是会好上的更多 那么他们还有一位 我刚提过头模具的这个 Ultra Megas 但是这个Ultra Megas的话颜色是已经有一点点变了 那它的这个胸口的造型这个质感是感觉是更好了 但是它身上有一些脏脏的这些感受 这也是当时这个Wolf Cybertron Siege 围城系列的一个让人家非常恼火的一个设定 而这个卡车头的本体的可动 我们给各位做个展示 手臂360度的转动 平举额头肌转动 手肘弯超大概90度 拳头是可以转动的 它本身的话呢 是属于一个Voyage Class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再加上了配件之后 就变成了Leader级 脚的接地 膝盖的弯差大概将近90度吧 那么呢 它的一个这个外摆内收什么都是有的 整体来说吧 虽然是一个重途的版本 但是呢 它的关节紧实度的话呢 却比银河科伯文感觉还要再更加的紧实一点点 算是有点小意外的惊喜了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一款Nova Pride的一个变形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先拆解这个货柜好了 首先呢 这两片已经打开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从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锁扣 两侧把它给打开 往前面拉 往前面拉 拉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咬合的锁扣在这里 那这里 两侧都把它给打开 这个 拉开 拉开之后的话 我们先把两腿给分开 里头有两块小零件 记得将它拿出来 那我们先组合这个部分 将鞋后跟收进去 侧边这里 穿鞋子的一个概念啊 往两侧 给扣进去 对 好 那么它的一个身高就长高了 那么 这个上方的这个组合的话呢 你就看一下 啊 它的这里 它有一个凸 一个洞 啊 就对应它的相同的一个 一个一个部件 那你可以试一下 我记得是 应该是 如果是这样 好 把它给扣上去 对一下 对一下它的一个形状 这里 有一个缺口 就是要对这个图 把它给扣上 这个稍微看一下 不用特 也不用特别的去死记 反正你对一下都知道了 然后呢 两个胳膊先打开 再把这个头啊 这里 胸口的整个胸口 给往前面 推下去 这个 这个推开 头部 先给收进去 再一次的盖回来 盖回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先把胳膊呢 再回到原位 然后呢 后方的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给 往前推 整个下降 然后再往后面推过来 到这里 好 然后 肚子的这一块吧 我记得变成 Nova Plyer 是要翻出来 这个 我其实我不太 这个东西我记得不清楚 你 你想用哪一边都随便啊 我觉得都可以的 哈哈哈 那么身体的部分 已经都已经就定位了 再来就是把它的这个 Nova Plyer 这个头啊 可以做一个组合 首先的话呢 是这个 灰色的部件 它这里有一个图 是扣进去的 这个地方 一样啊 把它拉开的时候 是非常紧的啊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紧实呢 是从银河科 开始就已经都很紧实了 然后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 头给抬出来 转到前方 内部这个胸甲翻出来 啊 这样个啊 大家对它的造型 应该是比较理解的 那转的话 就转到这里啊 这个地方 武器是转成这样 你就记得把这个 有这个握柄的部分 就朝上就可以了 那后方的话呢 这个部件 反折进来 扣到这里 然后两片凸 把它给压下去啊 它的一个最终的形态 就是像这个样子 嗯哼 其实不难啊 Ultra Max的那个变形 比较复杂 这个都还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扣下去啊 这个其实啊 这个似乎是太早 太早准备好了 我们把它给退到后方去扣下去 那扣的话呢 前方有两个 有两个凸在这里 它是要扣进胸口这里 有两个洞 然后后方则是用这个去西行扣 去夹住它的一个后面的这个脊椎骨的一个样子 好 其实也不用特别去 特别去苦恼 因为你把它放下来大概就会扣得到了 把它给扣上了啊 都扣上了 最后 噢这个星皇啊 这个 武器 转到 前方来 然后这里 把它给扣上 握住 让它握住这个武器 另外一手也是一样的 脚先闪一下 到这边 当然如果你不想让它守时这个武器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难度 并不大 自己调整一下就行了 这个 这个把手是可以前后推一下的 推一下之后可以方便你把手呢 跟 炮 做一个组合 因为现在是深夜时分啊 所以我讲话会特别的小声一点点 那这一期的话 因为这个模具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数次 所以我做的也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一个闲聊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novafly 它从一个货柜吧 货柜装甲车到最后变成一个超级 机器人的一个样子 呃 严格来说 它的造型真的正面还可以 后面是各种样的偷工减料 这个造型真的是不及格的 这里的话呢 在原本银河科的模具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后方脚的后方也真的是比较空档一点 真的是比较空档 那这个脚的一个 这个支持力度的话前后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 侧 侧踢的话是稍微有点撑不太住 撑不太住 那我们的话呢 就对比一下 银河科伯文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还是如果你真的只能二选一的话 我就是如果说价格没有说到差很多 我还是会推荐你入这一款 呃银河OP 因为呢 呃至少啦啊 他的从背后来看 他的这个里头这个翅膀还算是个造型 但是我们的新黄这个就是总而言之是这个 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我就随便做啊 大概是官方是这种这种想法了啊 那么就就就就就 嗯如果两个模具二选一 推荐你入左边的 呃 Ultra Max 但是这个Ultra Max改了很多了啊 已经整个已经几乎是不太一样了 但是这一款的一个关节我我说这个这个关节是更更松 呃已经是几乎是支撑支撑不了了 这个当然站立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总而言之他已经是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了啊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新黄呢 呃成如我节目一开始所说 它的入手价格出乎意料之外的低 那我是台币就1400块钱左右就给买到了 那玩起来也还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就是这个货柜啊 是各种拼装拔岔那你能不能接受就看你个人的喜欢了啊 那我是趁着说他也价格比较低 而且嗯也算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啊 那这一期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了啊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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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